10月31日星期二 盘前板块分析 昨天市场走的非常不错 连续上涨5天 今天是10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涨指数得涨接近3% 那么这个月才能收阳线 估计这种概率不算大了 除非是大权重今天都是揭竿而起 因为这一天银行跌的 地产跌的 这券商也没涨 保险也是跌的 建材等等都是下跌的 就是说主板的很多行业都在下跌 那白酒是涨的 但是主要是最近还是说 这个题材走的强 那么这五天以来的 反弹以来 实际是上周五和昨天的周一 那么是创业板涨的是最猛的 两天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阳线 那么昨天我发现半导体走的是最强的 半导体是后边加速的 前面他也有小涨 总体上来看 这个行情走到这里面 今天要防止的就是分化 我们想要说的就是这个话题 昨天晚上的消皮面是相对平静的 没什么主要的消息可以点评的 上证指数跟深圳指数 今天呢 昨天尾盘是60分钟的高九 今天呢 11点半的时候是120分钟形成高九 大概率今天容易形成小高点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感觉呢 从今天开始 如果以券商为首的这样的权重的板块 如果要是不启动的话 那么这个板块今天就可以出现分化 今天这个指数呢 可能就有可能产生开始震荡 所以说大家呢 连续几天反弹之后呢 要注意节奏上的把握啊 看一看昨天的主要 实际就是主要还是概念题材 半导体方向的 你比如说3D摄像头啊 屏下摄像啊 汽车芯片的AI芯片呢 混合现实的无线耳机啊 还有药方向的 像CRO的重组蛋白等等啊 行业板块上呢 主要还是你看 主要还是半导体消费电子 电子化学品 电子化学品呢 就是光刻胶光刻机等等的 你看还有就是化学之药 医疗服务生物制品 像药和生物制品的生物医药呢 还有医疗呢 它是长了两天 到达前期高点附近了 有的生物医药创新高了啊 我判断呢 这它前面的调整不是太充分 这次创新高之后 后边可能还会有震荡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说啊 看一看这个行业板块啊 首先我们看这个半导体 半导体呢 放量上涨 占上了所有的中短期军天的上方 只不过技术指标呢 还是在水下的 但这种反转的概率就极其大了 不过它是 涨了五天之后的放量 是不是应该 冲一下之后 可能就会有分化啊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是这肯定是进入到 阶段性可操作状态了 是不是 后面有DC的机会呢 就是一轮动呢 这不就板块的个股 还是比较好的 应该是 消费电子呢 连续几天的上 最后的一天是 放量创新高了 但是创新高之后 可能就会迎来一定震荡 必须 毕竟是五连羊 你看 一二三四五 五连羊 因为说涨三不追 涨四不买 别说五天了 五天之后 你追涨肯定是要小心 持有呢 还可以继续持有 只要是最后的 这个大阳线 就是60分钟的 最大阳线 手一下 这都没什么问题啊 30分钟呢 也没有明显的外出 你持有还是可以的 它有一个惯性上冲 不过我的逻辑呢 这样的品种 多头市场的东西还可以 第一位反弹的东西 涨五天 可以抛 我因为可以卖它 它呢 这个昨天早上 盘前板号飞机也说了 这个光刻胶 光刻机这个方向呢 这个调整是结束了 后边即使再有整物 也是向上攻击的态势 这样的品种 都可以阶段性关注了 化学之量 大家看不见 你看那个化学 它这个板号就挺大 你要看创新药 跟生物之药 它就生物之药创新熬了 那个化学 全 就是全行业来讲 它还没有创新高 这个地方更像是 A下跌 B反弹 然后还有个C调整 之后才能最后走强 我对药的方向呢 看这样 所以说 这个节奏 连续大涨了两天之后 一冲呢 就可能就会迎来震荡 大家要注意一点 医疗服务也是这样的 也会迎来冲之后 这个高点 过反正是费点劲 一次性过的概率不大 那么说主力资金坚决 也有可能一次性过去了 但我判断计算过去了 也会迎来震荡 生物之品 昨天是创新高的 生物之药 它呢 比这个其他能强一点 不过 它的第一颗大涨 阳线大 第二颗阳线小 恐怕一冲之后 也会迎来震荡 我总感觉 这地方是下跌 然后这是B反 然后有一个C调整之后 才能重新走强 你看这个上涨周期 对应这个调整周期 好像不是那么太充分 光学光电子 也是连续五颗阳线 现在的问题是 你看上涨 都是连续五颗阳线 连续五颗阳线 肯定是不适合于追涨 那么我们说这一排呢 那天我们说 第一天起反弹 所有的品种 都能谈一谈 但反弹五天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有分化了 就是再开心肠 你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一点 冯钢应该采取 先减后加的这么策略 我因为本周的一个周初 实际我在周末板块分析 周末的策略上也说了 我说本周大概率是 先减仓 后边能不能加 在哪加 那就再说了 本周出现阴线 就是本周 不一定周线出现阴线 但日线一定会出现两颗阴线 这是比较大的概率 至少是我感觉 电子元器件呢 走的就是一般般 是不是 他并没有半导体走的强势 但也有那种形态 是不是 但他这个高点 这就马上到压力了 互联网服务呢 这就是典型的超级反弹 这个低的还是 这就是超级反弹 像这样的品种 减仓 一点毛病都没有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呢 走势跟参照医药就行了 通讯服务 像这样的减仓都没有毛病 都没有毛病啊 这个地方是调整当中的一个反弹 就文化传媒这样的走的就更弱了 是不是 他们就是一个 反弹就是一个比较弱的反弹 应该说 还有游戏呢 我看昨天也有一定的动作 像远见开发 这都是不强 远见开发 它是一个大行业 对吧 这样都不强 这样你看刚刚打20线的 我认为这样的品种 可能都应该减仓的这么一个策略 我们来看一支 一要商业 一要商业 这不就是反弹呢 什么样 建低点之后的第一波上涨 都具备了减仓的这样一个条件 冯高特别要注意 有些板块的崩化 今年 汽车实际涨了四天 迎来调整 它四天去调整 你看 上周就冲 上周四天涨的最好的就是汽车 上周啊 那么把昨天的上涨 大涨的板块之后 它就变成了 它就不是涨的最好的了 就是涨多了 它就要调整调整 但是汽车这个方向 还是可以看 它的有些品种呢 真是不错 它主要是受到了 那个大家伙的拖累 然后把这个形态 走得有点糟糕 你说像银行这样的东西 你说银行汇金 在这正是 然后银行出新低 这正是我们所担忧的地方 他们必须要起稳 如果他们要不起稳的话 这个地方行情的性质 还应该是以题材 板块的轮动 也就是结构性的机会为主 是不是 这样的东西必须得动 要不动的话 难起比较大的行情 尤其还有这个券商等等 这不就应该四天 有些东西 你看谈四天之后 就收银行线了 对吧 像保险 保险还在创新低呢 是吧 这样的板块都要注意 今天要密切关注 券商的动向 还有这些权重的动向 这才是关键 涨高的板块 我认为都可以 适当的降低仓位 时间关系 今天的板块分析呢 到此结束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来一起探讨 今天防止冲高回落 好